原住民族教会推动足语奖励计划 推动新型中区座谈会 今天下午在 台中市屯区艺文中心展开 座谈会由原民会主委 一将把罗的亲自主持 希望了解中部地区各教会 推动的情形 因为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整个配套完备之后 其实我们这几年的足语教学 不是只有停留在以前 在国小国中的 每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的 足语教学 所以简单来讲 现在就是我们家庭 学校 甚至我们现在也有 每一个乡的 与推人员走入部落之外 教会也是我们普及 语言传承很重要的产业 在今天的座谈会当中 与会的教会人员或干部 除了上台简报 目前教会利用各种机会 来进行足语教学 传承的工作内容外 也有教会提出在 实行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 这个足语发展 教会发展 甚至我们有更多 因为我们时间会比较多 比较充裕点 比较多元 他不但有圣经的教导 但同时我们还会导入 我们的文化的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在教导 小孩子母语的过程当中 但有些小孩子反而他会提问老师说 老师请问你现在手上拿的麦克风 甚至是投影机这些 我们老师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这些正确的母语名称 去我们是希望说在未来 来去讨论说这些比较新型的设备 可以去创属于他的名称 圆明会主委一将薄弱的表示 为全面带动族人参与推动 族语附赠的风气 累积更多推广族语附赠的能量 希望从学校家庭部落 乃至于族人常常会去的教会 来普及更多族语的学习据点及管道 加速原住民族语言附赠的愿景 原是新闻no台中太平 长榜报导 等会论